做梦者 约瑟 作者 潘尼·法兰克 插画 汤尼·莫里斯 译者 刘恩惠 陆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在迦南地住着一位名叫雅各的老人 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从不觉得寂寞 因为他有十二个儿子 雅各爱他所有的儿子 他尤其偏爱其中一位 他的名字叫约瑟 因为雅各太偏爱约瑟 对他的照顾无为不至 他的哥哥们都感到很嫉妒 雅各甚至还为约瑟 做了一件特别的袍子给他穿 约瑟不太讨人喜欢 例如他经常跑到父亲跟前 打他哥哥们的小报告 一天晚上 约瑟梦见他的家人都在田里捆麦子 他所捆的那树麦子 又高又直的竖起来 其他人所捆的麦子 都向那树麦子下拜 约瑟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 他们听了之后都十分生气 他们说 难道你以为我们要向你下拜不成 真是天大的笑话 又有一次 他梦见他正抬头仰望天空 他的家人化成星星 月亮和太阳 向他下拜 连他父亲听到他所做的这个梦后 都有些不高兴 他说 这算哪门子的梦啊 噓 住嘴 别快 胡说了 他的哥哥们 因此更加痛恨他 雅各是一个富有的人 他拥有成群数不清的绵羊和山羊 动物需要青草和饮水 他们经常被赶到远处 去寻觅青草和水源 雅各的儿子跟着动物一起走 以便照顾他们 有时他们为了寻找青草 会一连走上好多日子 而约瑟则留在家里 一天 雅各的儿子出去放羊 很久都没有回来 雅各对约瑟说 我要你去找你的哥哥们 带些食物给他们 并且看看他们是否平安无事 约瑟迈步往前走啊走 他的哥哥们看见他来了 其中有一个哥哥说 我受够他的梦了 他现在只是来窥探我们 然后好回去向他说 父亲打我们的小报告 让我们杀了他吧 另外一个哥哥说 我们何不把他扔进那边那口井里呢 他们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他们脱去约瑟那件特别的袍子 并且把他扔进那口井里 然后他们坐下来吃约瑟带来的食物 突然他们看到一列长长的骆驼商队 缓缓的走过山丘 他们知道这个骆驼商队 正要去埃及贩卖商品 其中一个哥哥说 有了我们可以把约瑟卖给这些人 他们会把他带到埃及去做工 从此我们再也不用看到他了 他们叫这些人停下来 然后把约瑟从井里拉出来 他们问道 瞧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你们打算出多少价钱 约瑟的哥哥们 以二十银元把它卖给这些人 他们看着骆驼商队逐渐远离 前往埃及 前面后面跟着步履满山的约瑟 他们撕裂约瑟的袍子 并且把它进到一头漂亮 一头动物的雪薄中 现在这件漂亮的新袍子 看起来是多么恐怖啊 他们回到家的时候 刻意装出一副哀伤的模样 他们拿起这件袍子 对雅各说 看看我们所找到的东西 你想约瑟会不会被野兽吃掉了呢 雅各接过这件袍子 把他拿起来仔细看 他说 雅各一定死了 雅各哀伤不已 他不晓得 他的儿子们 正为除去了约瑟这个眼中钉 而高兴万分 约瑟的哥哥们 不晓得神在埃及 为约瑟预备了重要的任务 但是 约瑟得先学习一些功课 雅各非常悲伤 他以为再也见不到约瑟了 他不晓得 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 结束